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叶子App Store登录器最近遇到的几个常见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最新的操作系统 macOS Big Sur 11.5.2 叶子登录器4.1.1 在最新的操作系统下是可以用的 但是它会有几个常见问题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账号 之前它只有一个账号 从2020年4月1号以后 它又新添加了一个账号 从2020年4月1号以后的新软件 都会追加到这个账号里 如果是老账号购买的软件 在安装的时候要登录老账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无法登录的问题 在macOS之前的操作系统里可以顺畅登录 但是在苹果Big Sur操作系统上 这个App Store应用商店偶尔会出问题 那么最常见的问题是需要手动操作 在这个界面需要手动点一下登录 密码是自动填写 然后这时候还会爆出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是苹果ID的安全 不要点继续 要点击其他选项 这是一个升级账号安全的提示 要添加双重认证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点击不升级 这样就可以登录成功了 就可以正常看到2020年4月以后的软件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有的软件不可更新 我们点击更新的时候 它说您的账号已在App Store和Itunes中被禁用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先删除这个软件 先把它删掉 然后再安装 这是叶子应用的列表 我们搜一下 这个软件是2019年10月11号购买的 软件登录错了 切换成老账号 仍然需要手动点击登录 这里也有一个安全升级 同样是不要点击蓝色的按钮 其他选项不升级 在这里 这样就可以正常更新了 这是第三个要说的 最后一个要说的呢 是我在上个视频中没有提及 因为它这个服务以前是终身制的 但是从去年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年付费制 就是每年要付费一次 如果大家想购买叶子App Store账号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教程 输入这个设备号会有优惠 这条经验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Ochia 我们下次见